一个是通讯方便 一个是交通方便 通讯呢就是微信 一分钱不花 想说什么说什么 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还没说什么呢 就别人老给我说 我被封号了 就说点 咸逼但扯的没事 你看 老鸭大哥新春吉祥如意 健健康行好 敬离老说 我也不知道他干嘛 老跟我说好 后来又说 老鸭大哥您好 方便的话给个地址 我给您寄一些 长白山的松子纯天然 健脑神器 对脑力活跃者甚好 黄石公园有一种鸟 每年冬天时候 就自己储存几十万颗松子 分别放在各处 跟暗语似的 几十万颗松子 分别放在各个地方 然后靠超凡的激励 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这怎么就说我呢 我有那么多照片 那么多视频 那么多文字 每年一到什么事 每天一到什么事 我立刻就能找回来 说的就是我 哈哈那鸟叫什么名字来的 忘记了 看来也许要吃松子了 感谢您的书 感谢世界 感谢您感谢我什么 然后就真给我寄松子 说老鸭大哥您好 第一次松子四袋 五百克已经寄出 请查收 因为他这松子啊 都是松鼠里 林子里边 人采集的 四袋才五百克 你想 肯定是特别珍贵 特别珍贵 我现在来了 我就拿刀 拆给他这个 四袋五百克 我的刀又上哪了 不好开 不好开 桌子都满了 沙和尚要给我收拾桌子 我说别收拾 你看这个哈 北京安检 现在是今年开会 开会现在一进入四月五月 安检特别严 所以他这个 他这松子 他这松子 这回是吉林通化的 常卫山也在吉林通化 你来干嘛 婆孩子 婆孩子 嘿 婆孩子 我看见你了 来 来 你怎么不好意思了 啊 你怎么不好意思了 啊 你还会害羞呢 嗯 你不是老欺负我吗 你不是想干坏事吧 我看你的表情不对 来 来 哎 你怎么越来越臭了 啊 你这臭走狗 怎么越来越臭了 闻你嘴里的臭 我管他叫走狗 不是骂人 因为二哈是拉雪敲的 拉雪敲的狗呢 就是走路的狗啊 走路的狗就是走狗 这个哥们我以为就是东北人的 他不是东北人 他在加拿大 然后他在让他中国的老乡哥们 他说是好几个哥们 啊 所以一个人给我寄一些 一个人给我寄一些 嗯 嗯 嗯 开开了 哎呀 他这安检呢 老得打开 打开在桩上 所以一包一包 越包 包都越严 谁弄我东西的 哪破孩子弄我东西的 哦 你看 我听见了谁在干坏事 谁淘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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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又淘气呢 你干什么呢你 我听见响了 什么小丫头还那么淘气呀 女孩这么淘气 怪不你大手里的呢 啊 到现在也没人敢要你 哎哎哎哎 这不行 这是流氓狗了 流氓狗了 哎哎哎 这是流氓狗 哎哎 嘿 你怎么那么赖呀 啊 你是女流氓狗啊 我这狗 灌的没样 对她爹进行姓亲 哦 真是好听一点 你看 诶 是长白山呢 怎么是外国牌呢 选字 高质量的水果 诶 这非的水果 干锅也是这字吗 坚果小知识 嗯 你不能吃 你现在就老吃栗子 就把你肚子都吃坏了 你不能吃 嗯 世界 坚果 优生代 地球上有的纬度 就适合找好的坚果 百分之百原产地 现在讲的东西都是原产地 移植了就不好 大棚里都不好 所以它这天生的在 哪生就在哪长 嗯 原味 纯香 比如 你想我北 北京 长的 我老吃 那澳洲海鲜 我就受不了 啊 因为我平常 我生活中没有那东西 啊 嗯 所以还得是原生态 原生态的东西 嗯 那个 以前我认识 黎王大夫 老给我针子吃 那针子就特好 我爱吃针子 针子好包 松子比针子还好吃 有一种 有一种香 上瘾 就跟抽大烟似的 嗯 我可能 对 还有小胡桃 小胡桃比大核桃就好 是吧 爹要开包了 来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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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果呢 我记得英文叫Nuts N-U-T-S 现在那个 那个 前海那儿 开了一个酒吧 夜里歌舞升平的啊 呃 银声浪语 整天唱的声 挺响 我狗到那儿都害怕 他那店就叫Nuts 那次我原来讲过 我在我写的那本书 我 我的诺曼迪里边 我写过 那次是马人的话 这本书里有 嗯 就是1944年12月 德国法西斯最后反击 在阿登巴斯托尼 把美国兵给围了 第101空降师的炮术金官 叫麦卡里飞 他对那个 德国就劝详 说我们都是信基督教 新教的 投降得了 他在那个信上 回了一个字 Nuts N-U-T-S 那意思就是操 我看其他人 语言学家翻译的 有的是扯淡 扯 呃 没门 什么 我认为是操 为什么操呢 就是 能用动词 不用名词 这是海明威跟鲁迅 写作的 诀窍 能用动词 不用名词 不用凶证词 操是动词 嗯 其他都是名词 形容词 再有一个 呃 我还看过一本书 写101空降师的 他们的师长 叫 马克思维尔泰勒 后来写了本书 挤着他们领导人的 叫不定的号角 我当时特喜欢那本书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写一本 我那领导人 也他们没谱 一会往东 一会往西 所以 那个 他写这部书 叫不定的号角 就是跟这人手底下 没法干活 呃 那 就跟他说 他回答了一个字 操 就那次 巴顿一听 高兴 因为巴顿的嘴 号称下水道的壁子 终于碰见一个 比下水道壁子 还脏了嘴了 巴顿大喜 说 上帝保佑 有语言天赋的人 语言天赋的人 最会骂人 骂人 其实语言里边 最有魅力的 那年孔庆东骂人 说 什么你的 什么你的 我就说了一句 语言 上帝保佑 有语言天赋的人 一帮人围攻我 嗯 毛泽也围攻我 小粉红也围攻我 什么 知识分子也围攻我 觉得骂人不好 我小时候没文化 听的骂人话多了 人家老骂我 我以为 骂人的话是好词呢 那次 操